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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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 生活意义的思考 电影李宝国就是我们主创想和这个世界分享的 李宝国的扮演者林永健则谈道 人要讲良心 作为文艺工作者要讲艺术良心 演李宝国老师 我不光要演 我还要把他演好 对于影片非常少的排片状况 林永健十分忧心 不仅现场呼吁院县经理多排排片 方邦电影 导演赵琪还抱怨 林永健曾因排片少 还主动提出要去北京时茂天街送票 请观众看电影 就希望能多一点观众去看片 著名编剧宋方金看片之后 称赞李宝国拍出了中国农村 农业的现状 直击时代 同时 宋方金认为 李永健的表演非常好 精准 立体的塑造了人物 有些电影不是拍给票房 而是拍给新房的 李宝国就是这样的电影 会长久留在中国电影史上 记录这个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那个视频 micros刊红带 蜇记录